在这个视频里面,我想介绍三角形的两种主要分类方式。 第一种是根据三角形是否有相同长度的边来区分。 第二种是根据三角形角的大小来区分。 第一组三角形都是根据边长是否相等来区分的。 首先是不等边三角形。 不等边三角形的三条边都不相等。 举一个例子,如果我有一个三角形,它的一条边为三,另外一条边是四,最后一条边为五。 那么这就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,三条边的长度都不相等。 然后是等腰三角形。 这种三角形至少有两条边的长度相等。 举一个例子,一个三角形的边长分别为三,三,二。 那么这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。 注意,这两条边长为三的边是相等的,满足了至少有两条边是相等的条件。 等边三角形是三角形是三角形的三条边都是相等的长度。 举个例子,这个三角形每一条边都是二,或者一个三角形每条边长度都是三。 任何三条边同样长的三角形都是等边三角形。 你可能注意到了之前在定义等腰三角形的时候,提到的等腰三角形是至少有两条边的长度相等的三角形。 那么是否等边三角形是一种特殊的等腰三角形呢? 是的,没错,因为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都相等,满足了等腰三角形的定义。 所以每一个等边三角形同时也是等腰三角形,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等腰三角形都是等边三角形。 举个例子,这个三角形就是等腰三角形,但不是等边三角形。 可以明显地看出三条边并不是都相等,只有两条边相等。 但是这里所有的等边三角形却都满足了等腰三角形的定义,这两条边是相等的。 现在我们要根据三角形的三个角的角度来分类。 锐角三角形是指每一个角都小于90度的三角形。 举个例子,这个三角形左下方的这个角是60度,上面的角是59度,右下方的角是61度。 所有内角加起来都是180度。 在这个三角形中,所有的内角都是小于90度的,所以它是锐角三角形。 直角三角形是指三角形中的其中一个内角正好是90度。 举个例子,这个就是直角三角形。 我们用一个小盒子一样的图标来表示这个角是90度。 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为直角、锐角、锐角。 所以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 顿角三角形是指三角形中的其中一个内角大于90度。 举个例子,这个三角形左下方的角是120度,这个角是35度,这个角是25度。 这个三角形的一个角是120度,大于90度,所以这个是一个顿角三角形。 那么是否可以用以上两种分类方式去定义同一个三角形呢? 答案是可以的。 例如一个等边三角形,它的三个内角都是60度,所以这个三角形既是等边三角形,也是锐角三角形。